阿含经讲的一个重要思想的理论 就是业感延起 就是业力 你造善业 会得到善的延起法 你造恶业 会得到恶业的延起法 但看你造什么业 所以业感就是业力会感应 感得延起法 如果说换句话说 再次诸位义工 如果你每一个人都跟他截善言 你看到这个人 这某一些义工 确实有一点点习气 你也能够宽恕他 某一些义工 有一些态度 不怎么好 你也能够不在意 简单讲 就是没有缘 都不跟他截恶言 永远跟众生截善言 告诉诸位 告诉诸位 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会发生 你今天 秉持一个很重要的理念 就是没有言 我们也不要截恶言 永远跟众生截善言 我告诉诸位 你现在的因果 种下去善言 将来 你什么时候会碰到困难 不知道 也许这辈子 也许下一辈子 也许 也许生生世世 你就会感应好的东西显现 在你最困难的时候 就有人帮助你 在你病苦的时候 就有人介绍好的医生给你 在你没有钱的时候 当然不可能人家拿钱给你了 你就会找到一个好的老板 找到一个好的职业 当你被偷窃的时候 警察会自动给你找回来 破案 物归原主 因为你没有造这个恶业啊 偷窃的恶业啊